如果有三个不同的元素依次进站 那么能得到多少种不同的出站区列 它这里显然这个意思就是 进站和出站 它是可以交替进行的 我这三个元素比如说是ABC的话 如果是ABC按照这个顺序进站 那么A进站之后 你可以让B继续进站 也可以让A出站 所以说它就会有多种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对于三个元素 它的全排列是A33 A33等于6 也就是说ABC这三个元素 它最多就有六种排序方式 这是最多的情况 当然在这六种中 我们有可能有一些情况无法满足 因此这个7肯定是不对 这小于等于6 这条题答案肯定是小于等于6的 最多六种 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种不行呢 如果是ABC这个顺序的话 那出站是ABC 相当于A入站就出站 然后B入站就出站 C入站就出站 相当于每一个入站之后 都立刻出站 就得到了ABC 那ACB呢 相当于是A进去之后 然后A立刻出来 接下来BC都进去 然后按照CB的顺序数 这也可以 然后BAC也是可以的 BAC相当于A进 B进 然后B出 A出 最后再让C 因此它也是可以的 BCA 这个也是可以的 相当于A A进 然后B进 B出 然后C进 C出 最后再是A 这个也是正确的 然后第五个 CBA 倒许 这个显然就ABC 都入站 然后按顺序出站 就是CBA了 那么最后一种 这个CAB 它是做不到的 因为CAB 我们想最开始输出C 就应该是ABC 三个都入站 然后C出站 这个时候站顶元素是B 我们必须出B 而不能出A 所以说 CAB这种情况是 无法满足 因此这五种 就是所有的 不同的出站区列 所以这条题 最终就选择B选项 那其实对于这种题目 我们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叫卡特兰数 对于N个不同的元素进站 出站区列 就是这个式子 N加1分之1 然后C2N 这个式子呢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试着证明一下 当然 如果不会证明的话 这个式子 可以直接记一下来 也不是很难背 N加1分之C2N 那么以后让我们 如果遇到题目 让我们算 N个不同元素进站 它的出站序列 就可以直接套用这个公式 它题目中 给出的N不会太大 你给一个N等于10 那C21010 这个数太大了 这我们没法算 所以一旦有这种题目 我估计它连出到 我估计最多出到N等于5吧 这N等于6有点大了 N等于6那是多少 C126 这个数也挺难算的 C1015 C15这就已经不小了 一般是N等于3或者4 那么像这条题 我们可以带一下试试 这条题N等于3的话 带进去 它就1分之4 然后C63 C63就是20 4分之20 它等于5 所以这条题就直接 用这个式子 可以直接得到5 这就不用我们刚才没举法 没举法还要判断 最后一个是错误的 它就可以直接得到5了 好那这条题就讲解结束 我们主要就是 介绍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非常的简洁快速 好那这条题就讲解